为什么您的公司会收到SSM的罚单? 每一家有限公司都一定有四大门神守护 那就是Secretary, Accountant, Auditor和Tax Agent 公司秘书主要是维护公司运作上的更新和决定 承报上SSM 政府经常会更新条例 如果您成交上的信息没有根据新条例 会导致您的公司不小心办法 甚至必须承担不必要的罚款 在这么多种SSM当中 公司法令的罚单最贵 公司法令已经从1965年的300多条 晋升到2016年的600多条 在新公司法令下 最高罚款是300万 以及10年监禁 为了让我们顾客能够更安心专注在为公司赚钱 我们为顾客解决公司的维护与日常运作 每家公司必须在政府规定的时限内 及时承报公司最新的信息 很多公司因为没有符合到最新的条例更新 而不小心收到冤枉的罚单 严重则会导致director及公司被列入黑名单 甚至公司被骚 也有可能会导致公司不能更新其他执法单位 例如EBKL的执照 director名下的其他公司也会因此而受到牵连 在SSM结构规则内 为了让您能够专注于公司的发展与市场的开发 让我们来协助您减轻您不必要的烦恼 轻易地得到最新的政府条例 我们Total Group设计了SAAT SAAD线上课程 方便大家在线上获取最新的消息和方案 在公司秘书这方面 我会在线上课程教您的助理如何让公司做到遵守法令 避免无辜的罚单 一起确保您的公司应允和管制 符合监管规定 好让您公司可以在大众还有潜在的投资者面前 维持良好的信誉 马上点击链接注册SAAT线上课程 掌握SSM最新的条例和变化 我们线上见 谢谢